許淑敬奪金還打破世界紀錄 他在雲林倫貝的老家都感到十分的興奮 而消息傳回國內 馬總統也在第一時間打電話給許淑敬表示恭賀 一開始就很緊張啊 然後看他抓舉第二次還失敗 就更加緊張了 然後到最後停舉 他舉起132 然後整個超開心超興奮 許淑敬的家人跟朋友 今天都尾在電視機前觀看 而許淑敬今天第一局成功 但是第二局卻失敗 第三局130多公斤確定得冠 家人的心情就像是喜三溫暖 而原本因為血壓過高 不敢看電視的許媽媽 聽到其他家人歡呼也趕緊進來看 弟弟也馬上傳訊息給許淑敬替他高興